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徐志盛 确实这个节目效果 确实是很多演员 靠努力无法达到的 等一下就看了 确实节目播出之后 收到了一些好评 全是夸我丑的 我说我研究生刚毕业 大家也不信 还有人给我发微博私信 说你给我看看 你的学信网截图 确实刚刚研究生毕业 我就发现在社会里 和在学校 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你在学校里 你会发现身边的人 都特别有梦想 你感觉每一个人 都活在梦里 我一个同学 他的梦想就是去美国留学 然后从大一就开始努力 每天非常努力地倒时差 他就认为他和去美国之间 就差十二个小时 我另一个同学 他的梦想就是去拉萨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他就一脸庄重地看着我 他说自圣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去拉萨 我站在旁边 看着他庄重的样子 我都感觉他是文成公主 而且他也不努力 我导师他同学都过来劝他 说你得努力呀 你实在不行去楼底上 练练高原反应什么的 但他不是喜欢 我想宣扬他的梦想 经常过说 我说自圣你知道吗 我说哥们我知道 你有一个梦想是去拉萨 现在我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送你去拉萨 真的你去拉萨的火车票 我都替你看好了 来回七百五 你要从大一一天存一块钱 你现在从拉萨回来两趟了 当然了 我也根本不想送他去拉萨 我说让小鹏批舞送你去吧 他有百变空间 开泪了还能躺下休息 读读书什么的 他说读书我懂啊 自圣我见你第一眼 我就说自圣啊 你就得多读书啊 但是你会发现 进入社会就不一样了 进入社会真的很难 找工作就很难 你在学校里还会 能经常听到别人安慰你 说呀自圣啊没事 你们年轻人的机会是无限的 但是当你出来找工作 你就会发现 年轻人的机会 确实是无限的 但是年轻人也是无限的 而且根据求极限原理 无限比无限很有可能等于零呀 听不懂这个梗呢 真正很难有无限的机会呀 找工作人真挺难 而且招聘要求上 一个个人还在那儿写着 要求什么五官端正 普通话标准 我说这个针对性 是不是有点太强了呀 去年我还是找了一份实习工作 是在一个教育机构里 当初中物理老师 然后我遇到这个领导 特别喜欢劝别人喝酒 我第一次跟他喝酒 我就说我说领导 我不会喝酒啊 真不会 领导说真不会啊 我说真不会 真不会 来来来 我教你 来你看 这个是酒 这个是嘴 喝酒啊 唯一的难点就是把嘴张开 就这种领导教你的 有很多东西是领导是不教你的 但他认为你知道 有一次我跟我的三个领导 坐电梯去吃饭 大家可能知道 在电梯里有一项潜规则 是谁的地位越低 谁就应该按这个电梯按键 但我当时就认为 是谁离得近 谁按 所以说我和我的领导 从12楼到9楼吃饭 电梯门打开 还是12楼 所以我的三个领导 还是同时把目光看向了我 我在那儿就以为 是他们想让我缓解一下 这个尴尬 有个领导说 我说领导啊 这个按电梯啊 就是这个是手 这个是按键 按电梯唯一的难点是 你要用手给这个按键 一个压墙 但是当你为了缓解尴尬 讲了一个梗 但你发现 整个电梯里回到的 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而且这个小领导 真的是很生气 他出去之后 开始给我传递一些 特别错误的价值观 我说 只剩啊 只剩 你都进入社会了 你应该学会 先当狗 再当人啊 真的 这一句话 就整个的颠覆了 我对进化论的认识 就因为这句话 对我的重启太大了 我紧接着问了领导 我已经不是领导 那你现在 是人是狗 我来反正你意识大家 好